監視器拍下兩名小朋友在水果行來回走 不知所措店員幫忙安撫 就在前一刻他們親眼目睹爸媽被殺害 兒子看見父母遇害 下樓高喊我爸媽被殺了 凶手是樓下阿伯 15號上午7點多無嫌持刀上樓 還是兩名小男童幫忙開門 結果他衝進去先朝媽媽揮刀 媽媽沉屍在客廳 再衝到房間爸爸沉屍在房間床上 凶險瘋狂砍殺奪走兩條人命 犯案後換衣服 提著塑膠袋從容離開 騎車一路往南逃 先攻擊女性 之後再到房間去攻擊男性 有這個可能性 他跟鄰居有互動 對 他太太有時候跟我講一下 鄰居痛下殺手 疑似因為噪音問題 無姓凶嫌住在13樓 14樓就是夫妻和兩位小朋友 凶嫌疑似不滿樓上小孩太吵 還說有家具敲擊的聲音 官委會曾多次協調 但警方表示三年內都沒有報案記錄 官委會從八月至今也沒有接到消息 懷疑前幾週曾經爆發衝突 因此釀殺機 這棟有噪音的話 大概就是一些住戶的裝修而已 都有一個敲擊聲 但我說是孩子的嗎 我說不是 是故意的敲擊聲 凶險無難騎機車逃亡兩個半小時 在屏東方寮落網 坦承犯案卻沉默不配合 有土木技師指出 噪音可能是水垂效應 來源不見得是樓上 凶險恐怕怪錯人 害兩個小男童失去父母 毀了一個家 記者蔡武言 葉正宇陳山山高雄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